这个烟如果证明它是真的 我赔他十倍 一千块钱价值的烟让我赔他一条 这是什么情况 在3月11号那天 大哥在路上的店里买了两条烟 要知道大哥就爱这口 对自己抽过的烟很有感觉啊 刚开始抽第一条的时候 大哥是咬着牙在抽 因为烟里明显透露着苦涩 烟是这样的味道 搞得大哥嘴巴干的只想喝水 当大哥抽完第一条烟 接着打开第二条烟 发现里面有一包没有包装薄膜 要知道正常的香烟该像怎样 大哥作为一名忠实的抽货清楚得很 应该像这包一样 大哥还是打开抽了一根 发现烟丝里面塞了烟梗 而且还不少 最让大哥无语的是 作为香烟居然没有烟味 作为多年的老烟民 大哥直接判这根烟就是假烟 但大哥说了不算 所以实在没办法 只好找记者来帮忙 在大哥的带领下 记者很快来到店里 对于大哥的情况 老板直言都二十天了 你现在说烟是假的 这就没意思了 还想让我给你赔一千块的烟 你这个计划真不在我的计划内 大哥坦言 别这样 我不是要你赔烟 我只想让你证明 这烟是不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我赔它十倍 三月十一号那天我买的 他现在检查监控就是 因为在八月九号那天 他店里也没这烟 烟是我在八号订的 十一号我才拿到烟 如果它有库存 我干嘛要等几天 大哥现在觉得这里有猫腻 要求店老板拿三月十一号的进货单 老板拿出了进货单 大哥一瞅就发现根本没有 都是一月份的进货单 老板急了 你急啥急 我不是在找吗 记者忍不住在一旁唠叨 老板立马翻起了订货记录 一看还真没有三月十一号的 老板这才解释 这些烟库存太久了 主要是进货后没有卖掉 记者接着跟老板唠叨 老板直言 当时就没有找到 那会儿我没有在店里 大哥还是很生气 把之前一月份买的两条烟拿来了 店老板立马给大哥退了五百七十块 对于大哥质疑烟的真假 老板太烟 你直接给相关部门打电话看看就是 如果烟查出来是假的 我们肯定要负责的 记者没办法 只好联系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立马上门检查 烟真的没有问题 当时店里没有烟 老板去其他店接了两条烟 但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五条烟以下只是警告 你觉得大哥买的烟 里面有烟梗又啥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